6月17日,一封关于股神巴菲特退休的公开信在社交网络上传播 网传的退休信中,巴菲特表示 在过去的几年里,查理和我一直在考虑伯克希尔哈萨维的未来及其接任计划 很多人都知道我们一直在准备阿吉特·Jane和Greg·阿贝尔来接任我们的职责 但是在过去10年的表现不佳和最近几个月所犯的错误之后 现在显然必须采取严厉的措施 这个决定并非心血来潮,而恰恰是为了我们所有股东的最大利益 DDTG的David Scott Portnoy将马上接任董事会主席 在我80多年的人生中,我从未见过一位投资人 有如Portnoy先生一样对市场的天生的理解 我完全坚信David将会在过去伯克希尔辉煌历史的基础上取得进步 并带领我们走向一个更光明的未来 但是小编搜索了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的官网以及相关媒体 均无巴菲特退休信的信息 在推特中搜索退休信中继任者David的名字 也未发现任何有关信息 巴菲特是经济学硕士 1930年8月30日生于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市 2020年的4月6日 巴菲特以5900亿元人民币名列胡润全球百强企业家第三位 一天之后的4月7日 巴菲特以4792亿人民币 位列2020福布斯全球亿万富豪榜的第四位 由于统计方法不同 福布斯统计的少了1100亿人民币 今年受疫情影响 伯克希尔哈萨维亏损严重 5月初公司公布2020年第一季营收为612.65亿美元 较上年同期的606.78亿美元增长了1% 但一季度公司净亏损高达497亿美元 其中股票亏损545.17亿美元 相比之下去年同期公司盈利216.61亿美元 今年3月份 巴菲特曾以每股26美元的价格割肉 同时售出230万股美国西南航空的股票 大幅减持后 伯克希尔哈萨维仍然是美国主要航空公司的最大投资者 抛售前据估计亏损64亿美元 今年5月初巴菲特在年度股东大会上表示 已经全面清仓美国航空 达美航空 美国西南航空和美联航 理由是该行业因为无法控制的事件受到伤害 据统计如果以当时的出售价格来计算 巴菲特至少亏损48% 然而就在巴菲特割肉航空股以后近一个月内 美国航空股集体大涨 美国航空 达美航空 西南航空 美国联合航空 波音分别累计上涨 77% 35% 19% 51% 和40% 所以网传的辞职性 不只是因为巴菲特对原来两位主管的不满 放风是水 还是有心人的杜撰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 我说可以收音 » 感谢观看 環包 感谢观看